普羅政治 民生起義 My Radio 2015 擁抱大香港主義 香港地 香港人做主持 大香港早晨 早晨 第二節的大香港早晨 我們今天假期都是做Live 大家快點在網上告訴大家 我們假期都做Live 還有待會有人會哭 放假那又怎樣 放假那又怎樣 都要做Live 你還要說哭又怎樣 你叫他大聲一點 你是廣傳 廣傳告訴大家 我們在做Live 叫人進來看看哪一個咸 估計只有阿蓮 是的 答得這麼快 我們繼續說回那件事 我覺得值得討論 當然是有這麼大回響 首先我為何覺得值得討論 就是因為我覺得賺到 我覺得賺了 我覺得是 我再說一次 其實我原本覺得是 是 是 柔柔地的 找些事情做一下 那他又 真是 真是 幸好有豬一樣的對手 他又推了一個小妹出來 在那裡哭 然後引起這麼大的回響 然後又有這麼多 就是這麼多村崩位 但其實那些村崩位 在我來說 是一點都不重要 就是 剛才說 我們講了 第一節就講了那個 民情 民情的轉向 大家已經覺得對這些事情是 免疫 已經是 哭那又怎樣 哭那又怎樣 還有 覺得 那件事是 你模糊不到焦點的 焦點是 焦點是 真是犯法 他再說一次 焦點 他再重新一次的焦點 犯了法又怎樣 就是你現在是 不斷地告訴別人 不斷地提醒給大家 就是現在政府 工聯會 建制派 或者黑警正在做的事 甚至乎有部分的 政治檢控的審訊 都可以告訴我們 犯了法又怎樣 你是提醒香港人的憤怒 但在我的角度來講 我其實就不是很理會這些 這些事情 最後是賺到 但是 我覺得 抗爭就是這樣的 抗爭就是 我經常都講的 以許公民就是搞亂當的 我們是 當你 因為我們不是泛民 我們是不會走來跟你回應這些事情 就是 譬如他抓到 他就是 TVB做了一個報道 然後 然後 自由行也寫過一篇文 就是說 TVB的報道 多麼偏頗 很強調 很強調 就是那個示威 就 嚇哭了小孩 然後 然後 就訪問了其中一個參與的團體 就是 這個 香港本土力量 香港本土力量的CK 香港本土力量的CK 發言 就說 我覺得他是假眼淚 那些 那 就是 他塑造了一個印象 就是告訴別人 就是 你嚇哭了小孩 然後還說 不如播吧 播一次 昨日有示威者 去到為涉嫌非法留港的 12歲男生 考能力評估市的一間小學道抗議 有小學生懷疑受驚大哭 食物救衛生局局長高維文慧問那個學生 但有參與示威的團體認為 女童是扮哭 熱血公民和香港本土力量的成員 星期六到曾經為涉嫌非法留港男童 做能力評估測試的恐教學院大城小學外面喊口號 和貼標語抗議 一個上學後參與課外活動的小學生 懷疑受驚大哭 想在這裏安慰這位小朋友和家人 希望他的心理上不會受到很大的影響 一些語言的暴力 或者是透過很大聲音在侮辱 在渴罵 又或者圍堵一些人 我覺得這個是好不好的一種方式 香港本土力量發言人認為並沒有影響到學生 我認為是假眼淚 已經做了 很多市民自己的眼睛是雪亮的 會判斷到那個眼淚真還是假 我們的行動是和平的 是嗎 某些網民貼貼紙都不是我們貼 總之 有關注兒童團體呼籲示威者 不要以言論傷害小孩子 無論對大人對小孩子 都不要令到一些說話 令到有攻擊性 令到有暴力的方法去解決問題 如果是有些突發性的行為 為小朋友沒有心理準備去接受的時候 小朋友可能都會有情緒的反應 我們盡量不要用一些語言去傷害小朋友 韓外珠認為任何人都要尊重小朋友接受教育的權利 不應該將爭拗班到校園範圍影響學生 這就是TVB昨晚的報道 昨晚的報道 你看到他報道的處理方法是甚麼呢 處理方法是嘗試導引向 大家覺得就是 你哭了個小朋友 他首先就已經說 肥仔懷懷疑 涉嫌非法流港 你媽媽還涉嫌? 他已經瘋了手 你媽媽這樣都涉嫌非法流港 他真是非法流港 然後就說有團體 包括我們在內 和香港的本土力量 就去示威 然後就搞哭小朋友 然後還要不承認 還要不承認 他嘗試塑造這個圖案 還要不承認 有人哭了 黑劍也有塑造這個形象 他說因為我們拍打玻璃 搞到嚇哭小朋友 但完全不關事那件事 他最重點的地方是甚麼呢 他嘗試想塑造的印象就是 你們嚇哭了人 然後還要亂地假眼淚 就是你嚇哭了人 然後還要亂地假哭 那些 然後最划死的地方 就找了一個不知甚麼的兒童專家出來 他不止虐待兒童協會的幹事 然後他就說 如果那個 就是一個很心理學的層面的分析 就是如果有一個小朋友來講 如果他心理沒有準備 他會受到一些語言的傷害 那他的情緒就會有反應 如果他沒有反應 那個人就會很有問題 這個專家說法簡單來說 就是那個小朋友嚇到會哭 如果有一個小朋友嚇到他不會哭 那就值得專家去說話 如果有一個小朋友嚇到他會哭 那就對了 你見過小朋友沒有 專家 你知不知道 接過小朋友出來 第一件小種 打到他哭 不想哭就很恐慌 醫生 不想哭 那這樣證明沒有語言暴力呢 他就拍他屁股 還沒哭 他寶寶上世界會哭 小朋友當然會哭 你家裡有個小朋友 幾年都沒有哭過 家庭環境不錯 沒有語言暴力 帶兒子去檢查 他是不是嚇到他 那這樣就答 通常你跟一個新聞尾 你放一個專家在那裡 那時候已經是既定的 就是已經是一個 對了 前面那些已經是 事實上的事情 後面就找一個專家去分析一下 如果這件事 要值得分析才行 有人在那裡吵 那小朋友嚇到 那你 有沒有什麼專家 怎麼專不專家 我真是刺濫 那些專家都會說話 有很多人就會覺得 比如說 《二月時報》那篇文章 都是這樣說 就說 這個TVB的剪接很偏頗 那個處理的偏頗很偏頗 我覺得不是 我覺得TVB的剪接和這個處理 根本就覺得香港人是傻的 你只有傻的 這一百支的報道 我以前在做事 經常都會看這些新聞 經常都會看這些新聞 譬如有一個樓房倒塌 有一個專家在說 大陸有很多這些專家 為什麼樓房會倒塌呢 因為他受了壓力 因為地心吸力 對 因為如果有一個東西 他的支撐沒有了 那寵物就會向下墜 所以就會掉下來 你看CCTV 有很多白癡專家 經常在說這些 我沒有辦法想像 香港的電視 沿落到這樣的地步 不是立場偏頗的問題 這樣的一件事 需要找個專家分析嗎 你又不想找我分析嗎 我只是整陷小孩的專家 整陷小孩的事件 跟我們的團體有關 你應該訪問我們 為什麼你的團體專門整陷小孩 因為 如果小孩在沒有心理準備的情況下 遇到一些語言暴力 那他就會哭 而語言暴力來說 主要就是 我可以現在示範一次給你看 是不是這樣 是不是這樣 就是這樣 神經病 那些 我想說 譬如CK 他剛剛成立的組織 他不是很習慣去面對傳媒 他也不知道傳媒怎麼剪片化 那樣 所以 所以 那個 回答未必是這麼 那麼妥善 那些 那些 那樣是可以諒解的 那樣 但是如果你問我的話 我覺得 那個小孩 裝不裝哭 譬如剛才和仔想說 究竟有沒有拍打玻璃 那些 那些 我覺得不是重點 那不是件事的重點 現在是說回一件事 現在是說回一件事 你應不應該做 應不應該做 現在大家 大家認為這件事的行動 針對著核心 是 大家認為 是不是一個不公義的情況 應不應該要發聲 要發聲 然後你告訴我 有阿伯哭 有阿婆哭 等等 那怎麼辦呢 那怎麼辦呢 那就代表他可以留在香港 那就代表你的學校可以去 可以去協助他 喂 是光速 那件事怎麼算都不合理 出來開記者會 然後不黑劍 然後說要協助他 然後就有一家學校幫他做這個學歷評估 喂 阿蓮真是明天去 不要開玩笑 沒有那件T-shirt都照去 黃毓民議員幫你 不是 你問一下 那家學校是否專門幫人做學歷評估 為什麼這麼快速 為什麼可以馬上就去 你說去 還有學歷評估 我幾歲就忘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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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 你從我身形去猜 我幾乎不合格 你從我身形去猜 不要緊 這不是重點 這不是重點 那我就沒怎麼讀書 你跟我做個評估 但評估完你幾歲 我看了小女孩 聽說你學校也有新法的質素 是啊 因為都不少小女孩看的 我看了一些照片 那我也想去看看 不然她給你進去看 哈哈 我再說 你們是不是想分析 這件事 你也說 我主要是說心情 我主要是說我的心情 因為我這幾天在看 其實你說 可能看自己的Facebook 可能都是自己圍內的人 或者News Feed 都有一些Setting 所以主要是看其他傳媒下面的Facebook 一些comment 和回應 那些會更加準確的 即是一面倒 是挺意外的 而且大家都會覺得 這件事真的犯了 而且對這件事都挺不容忍的 因為覺得你實在 你犯法還犯法 你需要壓制一下 你犯法之餘 犯法之餘 是你侵犯了 你侵犯了香港人的權利 所以本土主義抬頭 不是我們推動出來的 是你搞出來的 有很多事情 有很多事情是你處理不公 犯了法感又怎樣 犯了法感又怎樣 不單止是肥仔懷的 陳茂波也是這樣的 陳茂波也是這樣的 陳茂波不是一個例子犯了法感又怎樣 但是他沒有引起這麼大的回響 沒有引起這麼大的回響 原因就是 你是撩鬼拿命的 你是火燒連環船 辣了很多事情 雙非的問題 鶴慧的問題 還有這個 很多人拿來對比 比較 做假證 做假證 為何智力更生做假證 你會說到做假證很嚴重 即是著情處理的問題 法官還好笑 當日做漢奸的阿伯 他簡直是拿求情信 講表揚信 好市民獎 不關事 不是不關事 他說 你這些榮耀 都是因為你做假證得回來的 你現在 你現在肥仔 那些不是因為 就算他九年 什麼身世很可憐 沒有學習機會 都是你假證得回來的 都不值得可憐 如果根據法官的邏輯 這簡直是一個赤裸裸的殖民 赤裸裸的殖民的做法 然後 還將他包裝成為一件可憐 可敏的一件事 我覺得他如果純粹 譬如以好最趕著不看新聞 討厭政治的東西來看 他第一步就是最 就是剛才你說的那些之外 就是他找錯了那個 扮演可憐的對象 因為但是 你找一個 肥得仔 肥得仔 你看上去你不會覺得他可憐 但是不是說他肥得仔 有時候是美國人的 美國感應 你先穿個好Lista出來 有時候美國人看的角度 真的很奇怪 我也是聽我的家人說的 他就是美國人 他就是美國人 他首先給人的感覺 他不是很值得可憐 再加上他已經是過期居留 你不可能再給他任何福利 這件事是冷慶了很多人 又是那些很明顯地是犯法 而是沒有任何位置可以去掙扎 究竟他是不是犯法 他現在擺明是犯了法 我覺得整件事是情緒 是情緒主導 如果你用這些理據去切入的話 你放在很多事件上 你看不到同樣的反應 而是社會經歷了一連串的事件 累積到年一 現在這一刻 我覺得我上個星期五的說法 是最準確的 大家覺得現在都不能跟這個規矩 那不就亂加不來 所以譬如我現在 我這兩天出街 多多人很讚我 多多人很讚我 多多人都讚我 多多人讚我 整個人都讚我 那些我真的是爹地 我心想 有幾十人去 嚴格來說行禮如儀 有甚麼 算是甚麼激烈的行動 正的 我對現在讚你 以前我都不喜歡你們的,你們現在搞得對的了,現在政府是這樣的了,你不激了就不行,我不激了 不激了,這陣子都不激了,這陣子不知多溫和,是他白癡推了個小妹出來哭 是他推了個小妹出來哭,令到我們覺得激了,令到人覺得我們激了 完全是形象工程來的,就是幫我,幫助我們的形象工程 所以我心情是愉快的,第一就是我心情愉快的,就是溫溫溫闖某行動 然後又有效果,賺了,尿尿了,是不是 即是很公利地說,雖然我們行動是不看這些的,但公利地說就賺了 然後另外一樣東西呢,另外一樣東西是開心的,即爽,不是開不開心 而是其實是深涼的地方,就是你看到那些人的混蛋,照妖鏡一樣 是排除了出來被人吵的,歐家倆都昂咎咎,自己寫什麼文 不要向弱者抽人,你真的抽人抽就火水了 你真的不要向弱者抽,你不懂得抽,不要亂加不抽人 一抽出來就戒掉自己了,昂咎咎要學這些東西 真的白死了自己 然後那些人排隊出來,袁寧明的白人又走出來說 對準政權,對準政權這幾個字怎麼能夠說 只要被人笑得爛了,現在凡是說對準政權這四個字 大家就知道你是白痴正棍,他照說 他照說,我真的好像,這兩天有心情 好像方展博坐在辦公室一樣,一隻,兩隻,三隻 我真的看著他們逐個混蛋下來 我看著他們逐個逐個逐個說話給別人表 逐個逐個出來表態,我真的可以坐在辦公室大奇蹟 這樣看著,我看著哪個混蛋跌下來,一個歐家倆 啊,你混蛋了 然後有一個,一個袁寧明,混蛋 然後有一個長毛,那個人就說,不要去校校示威 看著他們白痴,一個這樣跌下來 然後呢,然後呢,又到那些泛民 然後那些郭少傑那些,很搞笑的 郭少傑就在說,你們中計了,被人轉移了視線 一個肥仔這樣做,搞到什麼 雨傘運動的聲音不見了 雨傘運動的聲音不見了,沒有搞了很久 喝了什麼的雨傘運動的聲音 這些人呢,就是,唉 喝酒都沒有焦點了 不是的,你喝少一點啊 你真是傻了 他以為自己在那個佔領,睡了那麼多一天 他覺得自己已經很有光環 斷了遍那麼多一天 喂,你都是傻的 如果說雨傘,說佔領 我現在過了那麼久,我夠膽說 過了那麼久,我夠膽跟大家這樣說 整個雨傘,整個佔領 你說他運動也好,雨傘革命也好 喂,領到光環的其實只有我們 你們哪裏有呢 你們哪裏有呢 到這一刻你們都不知道 你們整班泛民,左膠,學聯,什麼什麼 齊齊,學民思潮 你們全部都是糟糕的 你們全部經歷完那場運動之後 都是糟糕的,你們都不知道嗎 你們傻了 我看到他們在搞什麼 雨傘折,等等 我們經常都說 一個失敗的運動 沒有什麼值得去紀念 這是其一,這是一個大原則 好了,我從政治利益的角度去出發 我不說得那麼宏觀 我只是說你們自己的 你們最喜歡說的那些話 你們的泛民、左膠最喜歡 整天天天左思右思 你永遠都在想這件事 就是你自己派系的利益 你天天去思考自己派系的利益 你不會在事件上 究竟那件事對你的派系 對你的黨派是有利 還是有弊的呢 整個雨傘革命 整個佔領運動 根本就是傷害你們的明星 你還經常拿著他當神主派 喂,郭少傑原本沒有人認識你的 原本沒有人認識你的 你可能原本 郭少傑就是救生員 他是工黨的 然後之前搞過那些幫救生員 那些爭取權益 那些事情 喂,如果他限於這一步 限於這一點的話 那你都沒有什麼 喂,但你經歷過那個佔領之後 誰人都知道是醉酒鬧事 專門阻礙別人示威的斗策長 你不知道自己是臭朵 那些人很神奇 那些人自己的朵 臭朵是不臭國的 他以為自己紅了 他可以選的 他還以為自己紅了 然後那些左膠 覺得經歷過雨傘很大件事 覺得自己是有光彩的 覺得自己是有光環 他們完全不明白 整個運動就是 整個運動是 就是雨傘革命的 而且是革不到中共的命 是革了你們的命 已經 他們完全不察覺這件事情 現在還在那裡按鈕 雨傘運動的聲音沒有了 有你就更糟糕 如果有你就 你多吃兩口屎 混蛋 你多吃兩口屎 主要是吵咎你的 你知不知道 除了吵政府之外 就是吵你們 就是吵你們 吵你們阻鋼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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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吵你們篤灰 吵你們帶警察去抓示威者 你不記得了嗎 你怎麼是人 你是斗策 斗策在雨傘革命裡面做什麼 斗策在佔領裡面做什麼 拆鐵馬 放警察進來 篤灰 帶警察去抓示威者 你不記得了嗎 是不是引走過來騷擾我們 你這條狠樣 現在才發現 什麼三非兒童 什麼轉移視線 神經病 在雨傘期間 在雨傘期間 學聯 學聯去走 遊行幫那些超齡 那些新移民 盡快來港 神經病 神經病 還在說這些 那時候的焦點已經不在你 那時候 就算焦點在你 你已經是罵名了 經歷過雨傘之後 經歷過佔領之後 去到光復行動 已經沒有人來雨傘了 白痴 在光復行動的時候 已經不是那件事了 去到現在 你忽然之間 神經病 慢了半拍 為什麼那些人不支持雨傘運動呢 過了很久了 傻瓜 過了幾年 你拍完她的頭 那些 然後又說笑話 又看電視 又帶她去看電視 然後跟她說 你剛才怎麼拍我頭 賣二億拍 神經病 那些人 我這幾天看著 一隻蟹 兩隻 三隻蟹 不斷跌下來 然後還有什麼 還有電視台也是 有線又被人屌 無線又被人屌 然後每個人都被人屌 我真的相當之心涼 我真的相當之心涼 這個是 送個感謝狀給個小朋友 多謝她 送她Tea 又去到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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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說你們兩邊合起來 麻煩 又說傷害泛民 又等等 不要緊 我承認了她 我承認了她 效果是客觀存在 因為你看報章 其實現在有另一個說法 譬如明報今天說 事情搞得這麼大 他們那些特稿分析 陳婉嫻 其實事情不能不拿正來做 對於入境處來說 那個著邪都很難去執行 看來都 是嗎?我們成功爭取 拘捕Banner才扔你 成功爭取遣返復職 現在都說在查 肥仔大陸有沒有親人 等等 今天她先找到單料 就是在歐洲 就算是沒有親人接 是在英國 在英國 有單料就是這樣 在義歇時報做了報道 就是有一個英國的新移民 他就在當地生了個BB 但是那個BB 就要遣返回原居地 就是這個 斯洛伐克 那為什麼要遣返呢 就是因為英國的條例 如果你就算是新移民 你未在英國居住滿五年 都沒有資格成為英國的公民 但是在當地的爸爸 又不想去照顧這個BB 結果就是由 即是他老爸就是在斯洛伐克 是的 他又不想照顧那個BB 結果就是遣返回去 那媽媽又不肯回斯洛伐克 是的 那個BB就沒有人照顧 但是因為他不是英國人 所以他不可以留在英國 結果就要送回去 斯洛伐克那裏 由當地的社會福利署送入兒童院 然後再等人領養 嗯 嗯 但這件事是 我看完這件事之後 其實你說港珠 或者對於這件事 那個肥仔這件事 很多人第一句就是 什麼都不說 就是 他應該遣返吧 是這樣的 即是暴跡界 這個是一開始已經有這樣的設入的時候 其實搞什麼行動 或者再說 這個小女孩哭 其實完全都解釋不了任何事情 這幾天 那些人在網上 找回港英時代的宣傳 曾經被遣返的那些 二千年後也有 葉劉也有 是 不得我那年 是 逛街址也不能讓他入學 不是啊 有條宣傳片很正啊 是政府的宣傳片在電視播的 有幾個地盤工人在那裏行 那些說 又有些黑工 那些做完 在那裏做事 然後又說 他那份給你都不做了 那不是這麼說啊 長遠來說拖下了薪金 變相我們養了他 那些人想一下 都是舉報的那些 那些人很想法西斯的 吵架你 很想好看的 主要是 以前港英的時候 那些政府 都很想排擠大陸人 看一看 那是很值得去廣傳的 那些人 那我覺得這個都是常識來的 這個都是常識來的 還有就是 就是最令我心良的地方 就是說 就是 到現在 還是膚淺漏地覺得 扔那些小女孩出來哭 現在都還在那裏做 就是我現在在那裏做節目 我相信今天 都還會有些報紙啊 有些文章 還會在那裏做啊 就是在那裏說 禍不及細路啊 不如向弱者抽印啊 之類之類的那些 都是覺得是 扔那些小女孩出來哭就有用的嘛 所以我研究過 我和老婆研究過 就是我們是 我們是想要搞一個行動的 我們是想要搞一個行動的 就打算找一下 陳秀慧和水媽帶隊 然後呢 就叫了一班 叫了一班小女孩 你看看你女兒有否有空 我問一下她 叫了一班小女孩 父老攜柔 那些阿婆 那些那些 整班人呢 就去入境處哭給她看 哭很害怕的 是啊 整班哭給她看 只是哭而已 準備到水媽媽叫大聲一點 是啊 哈哈 父老攜柔出來哭喪 行動名字都想起來了 叫做父老攜柔 哭給你看 肆虐大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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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示威啊 肆虐大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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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人好受這套 那是不是申請不法對通知書 肆虐大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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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示威啊 肆虐大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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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